好 好 这么快就结束了 赵医生性子就不在 所以结束得早 进去收 好啊 刚好我想知道 今晚的罗生门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打牌闹成这样 有一半责任在你 我是给你收拾残局呢 跟我有关 你这个人啊 一做什么事情就太投入 你一开始不了解规则 我们有输有赢 气氛还不错 在你第一次 连赢三局的时候 我提醒过你放水 给他们留点脸面 你没在意 还越打越勇 那个时候 小曲开始作弊 而且越来越迷目张胆 赵医生清高啊 当然不肯配合她了 但等你从算牌金熟到开始算人的时候 赵医生就对小曲的愚钝 而继续作弊的不满 上升到反感的地步了 有那么夸张吗 我真的一点都不觉得 你的心思都在牌上 当然不会发现 小曲都被你打晕了 她不择手段想赢 全然没有意识到 输牌的原因在于她的智商 那赵医生呢 输得也不好意思叫停 还被你吵架 两个人合起伙来作弊 赵医生是聪明人啊 你冤枉她其他的倒也罢了 冤枉她做笨贼 那就是点了她的死去 加上小曲 等于还一直埋怨她不肯配合 那她就生气了 你能不能认真听打牌 我怎么不认真啊 那你出二不出二 你看吧 我怎么出二啊 她说鬼在她那儿 我出二她不压我了吗 那我们就输了呀 你咱都说我有两张K 两张K是大牌了好吗 那本一鬼没有在她那儿呢 你如果出二之外 我们就不会输 我有两张K都是大牌 那你可以放水啊 我要是贸然放水 当然就被你看出来了 再说 我难得看你玩得这么开心 我不舍得打断您的雅兴 之前你跟我说 小曲在赵医生面前有点妆 我还不觉得 可是刚才小曲 在最后开玩笑的时候 赵医生的脸色都变了 我都替她尴尬 亲爱的我的最爱朋友 您的双手也并不干净 你叫魏大哥夫人 你叫魏大哥夫人 难道魏大哥你竟然是小瘦 那个玩笑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赵医生也许到现在才发现 小曲其实不学无术 论智商论格调 他们俩不在一个层面 我看赵医生动气了 所以我就借故叫婷了 只好委屈小曲了 还好小曲是聪明人 她很快就能意识到 我叫婷是为她好 要不然赵医生跟她 在牌局上就闹翻了 那他们俩未来的关系 肯定不好挽回了 真佩服你 我只顾着银牌了 我真的没有察觉到 要不是刚刚小曲来 敲我的门道歉 我都不知道今天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小看小曲了 我原以为她是愚钝 现在看她只是不会玩牌 做人还是很灵得清淡 再说 我发个小火 也是我的一点私心 小曲那家伙啊 说好听点 是那种给三分颜色 就可以开染房的主 说不好听点 则是 尽则不须 远则怨 我也要想太太平平地 在二十二楼 继续混下去 最好时不时地 给她点小颜色 是